大家好,批评书 继续扯闲片,继续关注中南海下水道 李展书好像又出来了 很多人在这里又开始入戏太深 完了以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流淌自己的愤怒 流淌自己的泪水 说你不是说李展书进去了吗 不行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你不是又打脸了吗 还说你不是第一次打脸 怎么说呢 中国人第一他不懂幽默 第二他太相信共产党的释放给你的消息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 我们作为一个正常人 你看中共的事情 你主要是什么呢 看热闹 你不要入戏 你不要进入角色 他出来他进去 与你有何干 唯一与你有关系的就是你看热闹 你能够打发点时间 如此而已了 但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说的 因为土工他是一个极其虚伪 也是极其狡猾的这么一个组织 共产党他最能搞的就是演戏 他演的跟真的是的 所以如果你太较真 你跟共产党的事情你太较真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你被共产党洗脑了 被他洗脑了 你还帮他数钱 被他骗了 你还帮他数钱 我早就说过 我做了好几期逆战书的节目 我就说过逆战书是不可能倒台的 但是他会从此一决不整 你一定要记住 我说过这样的话 逆战书怎么可能出事 不可能的 你想想 因为逆战书如果出事 如果比如说像薄熙来一样进监狱了 那你习包子 你还往哪儿站 那习包子如果没地方站的话 那共产党就失去了合法性 他基本上是一连串的效益 所以你说习包子 他有什么政治盟流 他没有 他就李战书一个人 那你李战书如果都垮台了 都进监狱了 那习包子估计也应该要进监狱了 习包子要进监狱 那共产党也就应该进监狱了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之前也说过 像什么江泽民 像什么胡锦涛 像什么习近平 都应该没事 只要共产党不垮 他们就没事 以前江泽民上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江泽民被邓小平 曾经载过一刀 差点就是失去他的皇位 是不是 所以后来邓小平不是死的吗 1997年就死了吗 完了以后很多人说 邓小平家族不行了 肯定要被江泽民收拾的 怎么可能邓小平如果进去了 或者邓小平的家族如果被收拾了 那共产党也失去合法性了 他就把他供着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栗战书也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在演戏 他有再大的问题 栗战书应该也是没问题 习包子他再没出息 他至少能够保住栗战书的面子上过得去 至于他们俩之间的那种政治的联盟 习家军的所谓的势力 共产党的这个什么开倒车的行为到这个地方 应该就会稍稍要收敛一点点 所以之前我也说过 你一定会有一天会出来 我李战书没事 你想想吧 没事就说明有事 之前我们说这个什么 李源潮 说李源潮被抓起来了 是不是 李源潮被抓起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为什么 因为当时习近平就没打算把他抓起来 为什么不抓起来 是因为李源潮受到了胡锦涛的保护 你胡锦涛就跟这个细胞子 你说你给我一个人情 李源潮你也不要动他 让他退休养老去算了 不要动他了 那共产党他是演戏吗 是不是 他必须的你你你细胞子 你你胡锦涛给我细胞子这么大的面子 我细胞子也反过来也给你一个面子 大家都互相演戏 虽然我看见李源潮不顺眼 所以李源潮没事 没事但是你不行了 所以故意放一照片 你看那个李源潮 看那个人民日报 再看说明他没事 就给你释放个消息 释放这样的消息 本身就说明有事 所以我看陈破空也说的很好 破空是比较了解中国的土工的内斗政治 他是一个看似好像是荒诞不惊 其实是非常了解土工的游戏规则的 了解土工的内斗的真真相的 所以他说这个李源潮出来是灭如死灰 我说是什么是僵尸现身 你想想吧你这么一个高级别的一个领导人 全国人大的委员长 然后爆出有设计命案 完了以后儿女都搞这么多事情 你基本上你的政治的这个生育就毁了 就没了你知道吗 那没了以后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把你抓进去 是不是追追一查到底 像毛泽东一样啊 就就就就痛打落水狗 是不是 毛泽东的搞法 一个的就是什么呢 你交出你的权力 你不要再折腾我们了 然后呢大家都相安无事 基本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有可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集权式的啊 所谓的有能力痛打落水狗是强权的人物包子就没有这个本事啊 所以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交换啊 完了以后你说你你交出权力 完了以后呢我保你平安就这样子的啊 所以你这样是出来说话了啊 出来现身了搞什么搞什么搞什么 那是没有太有意义的 你看这个东西你就是什么的 你就是哦 共产党用内斗了 他们之间又搭乘了一个所谓的一个 我称之为叫低水平的平衡啊 他也是有平衡的 互相要交易嘛是不是 所以你有些事情呢 你看这个东西是看不懂的啊 你觉得啊你又说错了 没有错也没有对 说共产党的事情没有错也没有对 看热闹不显事儿大 就像你在街上你走哎突然有人在打架 然后两个人打得死去回来是不是 然后你跑在旁边看热闹 难道你你会上去说啊这个人对那个人错 那你就傻了是不是因为你一旦有有一个关于错与对的判断 你肯定会有一种冲上又想帮谁的冲动 那你帮谁那你就傻了你就是当炮灰了知道吧 所以看中共的事情即不要说他对也不要说他错 关键是看热闹 因为你保持一个看热闹的心态 你很有可能让你获得一种伪议大的智慧 就是避免你在关键的时候当炮灰 是这个道理吧 哎咱一定要明白啊 所以我说了啊 栗战书僵尸现身 配合土工演戏 这是土工的传统啊 你如果看不懂现实 你看看历史 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腔调啊 我也搞一次 你看毛泽东这个人啊 毛泽东这个人呢他有巨大的权力 他也有足够的威信 他可以想整谁就整谁是不是 刘少奇整死一点问题都没有 林彪搞死一点问题都没有 周恩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太阶 就是一个他妈的李年音是不是 就是拍马屁 啊 邓小平你他妈的去江西去干什么去啊 去去去去去当工人去 是吧 你说这么大年纪的人啊 又是跟着跟着你搞过什么什么长征 打过江山的人 你让他去去去去当工人去 这是多大的一个手腕啊 他太厉害了是不是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为什么毛泽东他不把邓小平彻底打倒啊 而且毛泽东没死的时候就把邓小平 从江西又召回来是吧 召回来让他呃当了一个副总理 搞经济哎那几天又有大概是1975年74年的时候吧 哎搞了一段时间哎 结果马上这个什么呃那个叫什么来的江青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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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服气了 那时候有一个运动叫反击又去翻案封 完了以后呢 又又再一次毛毛泽东又把这个什么邓小平又发配到江西去去当工人去 但是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你设想一下 如果毛泽东啊这个人 他有能力或者不叫有能力他肯定有能力 呃有这个想法直接把这个邓小平给整死 那你说接下来谁来这个搞什么什么什么改革开放的 你没人了呀是不是 因为邓小平这个人虽然是个屠夫啊 虽然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杀手 但是他相比之下 他还是有点见识的啊 比其他人要强一点的 就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话 那你接下来中国毛泽东死了以后 中国经济方面 我就说经济啊 应该是陈云说了算 陈云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搞计划经济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头脑知道吧 那邓小平是有的 你知道吗 哎所以他很有意思的意思 那问题就来了 就是毛泽东真的是没有本事把邓小平打倒吗 那怎么可能呢 毛泽东真的是没有能力把邓小平彻底搞 要死吗 那怎么可能呢 那他有可能有能力有本事也有机会 他为什么不把邓小平打倒呢 这就是整个共产党的一个全盘的一个利益考量 毛泽东是整人非常的那个什么 但是邓小平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想取代毛泽东的可能性 或者没有一丝一毫的想取代毛泽东的这么一个想法 他并没有野心你知道吗 但是刘儿祺是有野心的 邓小平跟林彪那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林彪有可能 因为宪法的规定 毛泽东死了以后 林彪是唯一的合法的继承人 接班人是不是 那就以为这毛泽东 林彪一定会取代毛泽东 那刘儿祺已经取代毛泽东了 所以他们俩人死的很惨 是不是 但邓小平从头到尾 已经没有想一丝一毫的 我是要取代毛泽东 所以意味着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最终结终极的问题上 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相互之间是互相理解的 知道吧 所以邓小平 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也没把毛泽东一棍子打打打打倒 是不是 还说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那只不过是个面子吧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思想原则 四个坚持 其中就有个坚持毛泽东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共产党领导 这都是毛泽东的说法 也是邓小平的说法 他们在这个意义上 他们是一伙的 这什么叫一伙 就是共产党的最高利益 所以你现在一展书也是这样子 一展书没有一丝一毫的说 我要取代习近平 没有这样说法 一展书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法 说你习近平不行了 我来上 他没有这样的想法 他最多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帮凶 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后台的一个政治的一个什么操盘手而已 所以你把他送到监狱去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把他的权力夺过来 那是有意义的 所以你看邓小平 毛泽东死了以后 权力全部到邓小平身上 但是邓小平依然把毛泽东给供着 所以你看共产党的游戏规则 你一定要记住 就共产党他互相之间的死的非常厉害 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一伙的 所以我们这些个人 这些个韭菜 这些个屁民 这些个社会闲散人员 你看中共的事情 你就记住一条 你不要入戏太深 你入戏太深你就太傻了 所以一般的人他不了解这个东西 他傻让他傻去呗 所以他就是被共产党骗了 就是还说共产党万岁呗 一点点小智慧有一点点小判断 你你就不要入戏太深 你一会儿帮王岐山 一会儿帮习近平 一会儿帮倪然书 一会儿帮汪洋 都没有问题 纯粹就是一个谈资 知道吧 就是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玩笑 就是一个找乐子 没有啊 所以你不要入戏太深 我看到有些人 但是我其实也是有一点入戏太深 我不是为共产党入戏太深 我是为我跟我一样的这个韭菜和批民 入戏太深 我心想你怎么就看不透呢 怎么就那么那么那么的入戏呢 你要么你就相信新闻联播 是不是要么你就相信我说的话 其实都不用相信 我们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一个话题啊 扯扯闲篇 然后呢 能够最终能够确保自己 或者是多多少少保保护一下自己 不要不要太傻 不要被共产党骗了啊 不要被这个什么啊 不要被这个西包子或者李展树 或者汪洋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王岐山骗了 就这个意思 至于你是不是被我骗 那你重要吗 因为我就是个屌丝跟你一样的 你说我做视频 你说你不看我的 不看我的 我也没什么影响 你看我的 我也没有太多收益 因为它是一个大数原则 是不是 必须要看的人足够多 我才行啊 你看的人太少了 我基本上没有意义 所以而且你随时有退出的权力 什么叫做自由呢 是不是 在一个社会层面 就是我可以选择看 我可以选择不看 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这样子的 中国你必须要表态 你必须要爱共产党 你不爱共产党 你就你没日子过 是吧 他会强迫你 以前这个人民公社 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 他们啊 后来有一个经济学家叫什么来着的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啊 姓张 没什么特的名气 他就找到了一个解释的这么一个逻辑啊 我觉得很好的 他就是人民公社这个东西啊 他之所以最后搞成大饥荒 搞饿死很多人 国民经济搞得不强 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农民失去了自由退出的权利 就是人民公社啊 政府你必须要加入 必须要成为社员是吧 那你当你说我要成为我要必须成为社员的时候 同时还隐喊另外一个条件 如果我不愿意呢 我可以退出 对吧 但是中国农民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 那不像我的这个优管 你可以看 你可以随时不看 这叫自由吗 共产党哪有自由的是不是 所以不要入席抬身啊 谢谢